美与台当局即将举行年度重要军事会谈 声称美收台武器拟瞄准立即作战能力 炒作台军或与美印太司令部 所谓协同应对解放军两栖攻击 台美妄言大陆释放特别军事行动信号 台军紧急下令超前部署转移战时指挥权 美方再次恶意炒作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台美声称解放军或将开火回击挑衅舰艇 美专家叫嚣动用无人机机群遍布台海空域 眉眉叫嚣美军舰载战机 有能力夺取台海制空权 美军重组入侵者中队 或用F-35模拟歼20充当假想敌 美军英勇盾牌2022 疑似演练突袭东风导弹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播室给大家请来两位专家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张彬老师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魏东旭老师 欢迎两位 最近台美的所谓蒙特雷会谈 被提前到了本月举行 台当局希望借机把跟美国的军事勾连 从事务性层次朝着协同作战去推进 而同时岛内媒体透露 说大陆方面已经释放了 所谓特别行动的信号 并且声称解放军可以开火轨机 穿越台湾海峡的外方军舰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比如说台当局让台军超前部署 去进行战时指挥权的转移 而台湾有政客还叫嚣 说所谓云风导弹可以打到大陆的重点设施 相关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美与台当局所谓年度高层级安全对话 蒙特雷会谈将提前到6月下旬 在华盛顿举行 依据惯例会谈内容不会公布 但岛内媒体声称 美对台军售和军事演习 将是本次对话重点 据台当局官员透露 拜登政府授台军备将以能形成 立即战力为主要考量 美军部署也将把应对解放军 两期攻击列为优先事项 台军方与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互动 从以往的所谓事务性层次 向协同作战迈进 此外 中央军委发布的 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刚要实行 6月15号开始实行 岛内媒体借机炒作 这意味着大陆将对台裁局 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还刻意勾连俄乌冲突 声称台防务部门近期下令 台空军将空战指挥权转移的天雕计划 由模拟详定落实为平战结合 台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 游锡坤12号扬言 台当局研发的云风导弹 已经可以达到大陆重点设施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对此回应称 中国有据古训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如果胆敢以卵机时 必将加速灭亡 张美老师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所谓的蒙特雷会谈 而且今年是提前到了六月份举行 以往是在下半年 这个提前这个时间节点 又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另外你看台当局在鼓吹 所谓的把跟美国的军事勾连 要从事务性层次 向这个协同作战去迈进 这种危险是什么 蒙特雷会谈是台美之间 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军事 包括安全方面的这样一个会议了 那么这次之所以要提前的六月份 显然是有着迫切性的 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 它是希望台湾方面打造这种 所谓不对称战力 也就是说给台湾提供相应的 美国希望台湾能够对抗大陆的 小型的便携化等等武器 那当然台湾方面内部 其实分歧是非常大的 那对台湾整体的战略构想 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这次台湾比较急 着急跟美国谈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次谈它慢慢地在朝这种 实战化和相互之间的 具体的军事勾结上在发展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知道协同作战方式 那就基本上双方就要军事力量 直接要进行联合了 这种行动加强 第一会对台海地区造成 这种地区局势造成严重的影响 另外一个大陆的反制措施 也必然得以加强 所以这次把时间提前了几个月 显然凸显了双方之间 这种各自怀着心思 又急需双方勾结的这样一种心态 另外东旭你看台湾媒体 最近会在炒作说我们解放军 刚刚释放了所谓对台的这种特别军事行动的信号 另外还有一个煞有见识的 搞这个所谓的超前部署 转移战时指挥权 就这么热热闹闹的 这种营造紧张氛围的独角戏 戏份演得这么足 什么目的 首先岛内的这些分裂势力 不断地进行挑衅 让台军自己非常的心虚 他自认为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情况 他的这种指挥体系 可能会遭到这种导弹的精准攻击 就会变成一个脑瘫的状态 所以他现在呢 是想利用角兔三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 把这个恒山指挥中心 甚至包括台北的空军的战管中心 这样的一个指挥能力进行分散 在其他的地下设施当中 去做一些备份 那么即使是一些主要的基地 包括指挥体系遭到了打击 也可以利用这种备份的系统 去指挥战斗机部队 去升空作战 那么这就是一种 这个打地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有很多的这个洞穴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地下设施 通过不断的变化 企图躲避这种火力攻击 我认为这种想法呢 是过于天真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的妄想 像我们的这个弹道导弹 可以针对这种地下设施 进行穿透式的打击 因为我们可能会为它配备 这种钻地弹头 除此之外呢 巡航导弹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可以进行精准的这个攻击 那么即使像一个地鼠一样 到处乱窜 在不同的洞穴漏头 我们也可以做到漏头就打 打得准 打得很 我们看到呢 近期台当局的政客 又在叫嚣 说它的云风导弹 可以打到大陆的重点设施 那么台军的这个所谓云风导弹 到底性能怎么样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内容呢 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更加详细的介绍 小叶 好的 其实这首台独势力独奏的云风狂想曲 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音符 我们来看 首先 射程没有那么远 台当局目前已经开始研发 云风一的改进型 云风二型巡航导弹 并计划将其打造成 台军所谓源头打击战略的杀手锏 而云风二最大的改进之处 是将云风一助推断的四台发动机 减少到了一台 降低了体积 据此 台当局宣称的 其射程提升到了2000千米 而同云风系列相似的布莱默斯巡航导弹 最大射程才500千米 别想到云风系列导弹的研制单位 曾被爆出在自制巡防舰项目上 存在数据问题 2000千米的射程也未必属实 其次 可靠性没那么高 云风二号称最大飞行时速 可达3马赫 考虑到采用的冲压发动机 如果要保证最大射程 那么需要全程保持高空弹道 据岛内媒体透露 其飞行高度约为18000米左右 以俄罗斯S300PMU1防空系统为例 该系统早已具备拦截时速8马赫 高度2万米以上的目标能力 这两项指标均超云风二 演习中对于导弹 和各类飞行目标的拦截成功率 在90%以上 最后 据悉 云风一的战斗部质量 仅为225千克 为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一半 毁伤能力有限 且弹头类型单一 如若台军将云风二的战斗部质量 提高到同战斧相当的水平 那么相当于将云风一的战斗部质量 提高100%的同时 还要增加近70%的射程 对于岛内技术能力而言 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沙晨 好 谢谢 你看这个台当局的政客 拿这个云风导弹来说事 说可以打到大陆的重点设施 而且还叫嚣说 大陆不要伤敌800自损1000 就它这个底气从而来 台湾的部分政客 比如说像游锡坤 已经成为了台湾所谓导弹的 这种广告代言人 不断地针对台军的导弹战力 进行吹嘘 那么这款云风导弹呢 确实非常特别 它其实是使用雄风三型的导弹 和天宫二型导弹的技术 进行拼凑 研制出来的一款 可以进行机动部署 垂直发射的高空 高速的这种悬航导弹 那么据说它的这个增程型号 或者说改进型号 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 但这款导弹现在的技术 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成熟 因为它并没有达到 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 而且目标非常的明显 像我们的这个宏旗9型的 这种改进型的防空导弹 可以在高空对它进行截杀 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弹炮合一的 这种末端的反导系统 也可以对它进行最后的拦截 那么台湾的部分政客 妄图利用这种导弹 去以武巨统 我认为是执行妄想 据党内媒体报道 台陆军已经编列 1.8亿元新台币 采购50套战术型 进程无人飞行载具 配发23个台陆军 联合兵种营 用于所谓反空降 与贪案侦搜 美国动力网站近日引述 美专家言论声称 想象一下台湾海峡上空 有1000架无人机 这种小型飞机 将以高压音速飞行 雷达特征与F35相似 企图让解放军S400 等防空导弹系统无法区分 无人机可在前方 充当传感器收集战场情报 以便F35、F22 可以在复杂电磁环境下 发动进攻 国家利益网站12号看门分析 美国能否夺取 台湾地区制空权 是指出 从海上平台起飞的 第四、第五代战机 能迅速拦截解放军的进攻 而搭载了F35B或F35C的 美军两栖攻击舰或航母 在距离台湾岛 几百英里的海域内 可以所谓应对解放军的 两栖攻击 另据美媒消息 美国空军第65入侵者中队 本月在内华达州的 内里斯空军基地 正式重新组建 仪式现场 该中队的F35A 涂装了酷似歼20战机 曾经使用过的 割裂迷彩图案 同一天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第十九届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 如果有人胆敢 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军队的 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 最近美国的所谓的专家 又炒作了新一波的 所谓在台海空域 进行这种无人机集群的 对解放军的这种作战 你怎么看台海空域的 这种无人机集群的作战 它的影响带来的这种危险程度 我认为无论是风群无人机 还是F-22以及F-3数 那么它在台海上空 一旦进行挑衅 那么它的下场一定会非常的悲惨 因为首先呢 大陆解放军已经拥有 各种型号的这种预警机 那么针对这种空中的飞行目标 尤其是无人机的集群 它具备这种居高临下的 俯瞰式的侦察能力 除此之外呢 在反隐身的这种技术手段方面 针对F-22和F-3数 可以进行有效探测 比如说这个风群无人机 其实它最怕的就是电子干扰 那么我们已经展示了 歼16D 咆哮狼这种电子战飞机 那么一群风群无人机飞过来 使用这种电子战飞机 对它进行主动的定向的电子干扰 那么风群无人机 也就变成了一群无头的苍蝇 那么即使是美国派出了F-22和F-3数 包括防空火力 甚至包括我们的歼20 也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挡或者是反杀 再有一个呢 很多无人设备呢 由于它无人操纵 很可能在未来 介入到台海局势当中发挥作用 为什么 一个不用美国投入兵力 不会损失人 第二个是重要因素 这等于美军并没有进入到台海啊 如果美军直接到台海地区 协助民进党当局去对抗大陆 这事都闹大了 所以美国打的是这个主意 就是一旦台海有事的时候 我不能出兵协防 但是我可以提供武器 就跟现在俄乌局势 我可以提供武器 我比如提供无人机 我给你提供无人艇 或者甚至是美军在远程 在它的居地进行操控等等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美国不管怎么渲染 它根本的目的 还是希望要介入中国的内政 比如台湾问题等等 而且我们看到呢 美国的军方现在疑似 正在利用它的F35 模拟中国的歼20 来充当假想敌 演练相关战术 那相关的分析 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他带来有关内容的详细介绍 小叶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由于在越战中表现不尽如人意 美国空军在本土组建了三支 专门扮演对手战机的侵略者部队 以提高实战化能力 近日据俄媒报道 美国防部重启第65侵略者中队 通过扮演中国空军的角色 训练部队 不过这个过程似乎很艰难 我们来看 首先 对手难演 从成立之初 以第65中队为代表的美国空军假想敌中队的目标 就是要比对手更了解对手 冷战期间 美国空军的假想敌部队 不仅战斗机涂装 编号 全都采用苏联样式 甚至是作息方式上 尽可能接近苏联空军部队 不过 第65中队的一名退役上校 曾在一次会议上说 无论我们装得多么像苏联人 我的同事下班之后 还是会约我喝啤酒 我们再来看 真机难买 著名的红男爵内部报告曾指出 如果想达到更加真实的空战对抗水平 就应当使用敌人的战机 或与之相似的替代击准 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美军扮演俄军的假想敌部队 使用的依然是美军战机 2018年11月 美国海军一名少校军官 在内部学术杂志上发文认为 如果能够渗透到中国空军基地 抢到一架歼20 就会让美军迅速破解 最强空中对手的秘密 最后 实战难练 为了尽可能全面模拟歼20 美军曾动用F-117 F-22和F-35 三型隐身战机 用于分别模拟歼20的 隐身能力 机动性和信息感知能力 可谓家底进出煞费呼吸 甚至还专门建造了 同歼20近乎1比1的模型 用于训练 2018年 时任美军发言人 伊曼纽尔·哈尔佐普洛斯上校证实 此前在佐治亚州 被民众拍摄到的 歼20隐身战机全尺寸模型 属于美海军陆战队 训练与教育司令部 主要用于地面假想敌训练 夏晨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东旭怎么看 刚才提到的 美国媒体分析的 可以利用海上平台起飞的 第四代 第五代的先进战机 迅速地拦截解放军的战机 包括它用F-35去模拟 歼20来充当加想敌这种演练战术 你觉得对于它妄想地 夺取台海制空权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美军企图利用F-35隐形战斗机 去模仿我们的歼20 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 我认为这就是招猫画虎反类犬 那么F-35隐形战斗机 是一种单发的空中作战平台 它的早期型号性能非常差 淘汰了又非常可惜 所以美国空军就把一些早期的 性能并不是特别可靠的F-35 那么把它编组成为入侵者中队 作为所谓空中对抗的 这样的一个魔刀石 其实主要是在隐身的这种性能方面 能够进行简单的模仿 想要模仿G20 做出各种各样高超的这种战术动作 或者说模拟G20 它整体的作战能力 这基本上是胡扯 我们看到除了紧盯台海的制空权之外 美国还在中国周边盯上了 这个制海权的争夺 接下来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据路透社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6月14号又称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已经对此明确表示 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 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 此外 国际海洋法上 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岛内媒体却炒作称 大陆此番言论 是在向美国等境外势力提出警告 如果其军舰在中国12海里内航行 解放军完全有理由开火回击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月15号称 由美国林肯浩哈姆打机群 里根号哈姆打机群 以及搭载F35B隐形战斗机的 蒂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 组成的庞大舰队 6月6号至17号 在关岛马里亚纳群岛 和帕劳附近海域 举行了两年一度的 英勇盾牌2022联合演习 除了上述水面战舰外 超过200架飞机 来自美国海军空军陆军 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的 约1.3万名人员参加演习 据美国动力网站报道 演习包括在塞班岛和天宁岛 及周边地区的各种训练活动 包括模拟对手公路 机动弹道导弹发射器 这些导弹的外观 形似东风系列导弹的 全尺寸战术模型 报道称 在与拥有强大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 发生实际冲突时 检测并制定杀伤链 以摧毁这些导弹 将是所谓的关键一环 美方的发言人又在炒作了 所谓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这个事 但对这个问题 中方已经严正地声明过 台湾海峡根本就不是国际水域 然后岛内媒体又借此炒作了 说你看如果是按照 中方的大陆方面的这个声明 那是不是意味着 穿航台湾海峡的这个外国军舰 无论是靠近台湾地区一侧 还是大陆地区一侧 只要进入到12海里这个范围 解放军就可以开火 就你怎么看 美台的这种勾连在一起的炒作 就是要按照他们的节奏 把大陆拖入冲突当中 美国呀把这个台湾海峡 强调成所谓国际水域 它的目的就是 美舰就可以自由穿航 美国就可以在这地方耀武扬威 可以进进出出 请门踏户 到这来给你挑衅 台湾方面呢 为什么要强调就是配合美国呢 因为一旦你承认这是国际水域了 那台湾它的主体性就会凸显 那么如果这个领海等等 这些概念在强化中 又得到美国的配合 那台独是不是又往前进了一步呢 所以双方各怀鬼胎 但这里面我们要严正地声明 就是台湾海呀 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这是很清楚的 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 同属一个中国 它不是国际水域 那么第二个问题 美舰能不能在这儿穿航 理论上讲 专属经济区是可以过军舰的 但是有个原则 因为它有主权问题 这里面叫无海化通过 对吧 你故意的一个月穿一次 到这儿不叫挑衅吗 就是踏入中国的门户 然后对大陆进行挑衅 给台独传递错误信号 所以这就不叫无海化通过 那中国要行使主权的时候 行使管辖权的时候 就要对你进行相当的反制 所以这一点 美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个刚刚结束的 所谓英勇盾牌2022演习 在这个演习当中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军是出动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包括闪电航母 但这闪电航母也能起降这个F-35B 你怎么看 就是这是在中国周边 演练这样的战术 并且还提到了 模拟中国的这个东风系列导弹 作为标靶 我们该怎么应对 那么之所以在美军的演习场上 出现了疑似东风弹道导弹的 这样的一些假小目标 我认为呢 就是美军在演练攻势反导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所谓的攻势作战反导呢 并不仅仅是依托于 宙斯顿战舰 包括像萨德和埃古的系统 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 而是要利用美国航母上的 舰载机部队 像尼米兹级航母 包括后续的这个福特级航母 上面要配备F-35C隐形舰载机 那么在黄雕鱼 无人空中加油机的 这种保障之下 那么在更远的距离上 针对这个弹道导弹的发射车 进行主动的偷袭 进行主动的猎杀 所以它就会在相关的 这个演习的范围内 设置疑似东风弹道导弹的 这样的一些发射车的目标 然后利用舰载机部队 对它进行搜索和模拟打击 除此之外呢 也是要拉行警报 因为现在美国 在整个的太平洋的范围内 要构建起动静结合的 激动的反导阵地 那么比如说 在环太演习期间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和这个韩国 它的宙斯顿战舰 要进行联合反导演习 包括美军的爱国者的 这种导弹发射车 这就说明我们解放军的 这种弹道导弹的打击能力 越来越强 那么让美国的航母很害怕 让它的反导体系 也更加的害怕 我们看到美国在中国周边 不断地玩火土石 也担心遭到反噬 所以目前正在为美军 在亚太地区的一些 重要基地寻找备胎 相关情况还是请小叶 请她带来更多详细的介绍 把时间交给小叶 好的 据美国驱动网站报道 美军正在扩建 二战时期修建的天宁岛机场 旨在建造一个 能够替代安德森空军基地的 大型军用机场 在关岛遭受对手导弹打击后 不至于陷入瘫痪 不惜打破天宁岛安宁的美军 到底在怕什么 我们来看 害怕不给力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 2021年美军可在紧急事态下 执行海外补给任务的舰支 仅剩100余艘 比战后高峰时期减少了约40% 由于美军位于亚太地区的弹药储存设施 平均寿命已经达70年之久 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不足 从外调拨物资 则会受到运力的限制 升级完成后的天宁岛机场 最多可以容纳12架空中加油机 每年可以进行8个星期左右的军事演习 这意味着美军将有能力 在西太平洋方向 开展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方面 害怕一锅端 随着美国所谓印太战略的推进 美军对对手远程打击能力显著提升 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 为此美海军开发了分布式作战概念 美空军则开发了敏捷部署作战概念 本质上都是通过分散部署兵力 提升前沿的生存能力 在此之前 美军已经开始在关岛以东 约2400公里处 整修威克岛的军事设施 加上天宁岛 届时关岛被一锅端的压力 会减轻不少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又怕不够 又怕过密的矛盾心理 反映出了美式霸权主义 已经穷途末路 如果不改变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 恐怕再多的天宁岛 都无法让美国安宁 沙晨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美国在中国周边的这种军事挑衅 它的软肋在什么地方 另外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张梅老师 从目前来看美国介入到台海 介入到东海包括南海 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它也确实有一个软肋 就是它的这种后勤补给 包括燃料供应 恐怕是一个大问题 民进党当局说台湾海牙是个天险 是吧 能够对抗大陆等等 美国也说隔着一个海峡 解放军渡海作战 难度要远大于在陆地上作战等等 但是同样 它也会带来一个相应的反作用 美国如果想在这个地区达到 它源源不断提供军事装备 然后支持民进党 对抗大陆 显然也不是像它这个算盘 打得那么如意 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还有一个 美国其实也看到这点了 比如在日本的相应的基地 进行武器弹药的储备 进行油料的储备等等 希望能够近距离补充 但他就忽略了一点 如果你敢挑衅中国的话 日本的这些美军基地 也在我们的打击范围内 包括它的关岛基地 其实都在我们的东风的 这样一个导弹 包括我们的轰溜K等等的 覆盖火力覆盖范围内 再有一个干涉台湾问题 美国只要掺和进来 一定会对中美关系 产生颠覆性的破坏 那么这种后续的 带来的影响 美国能不能承受 显然都是美国要仔细考虑的 好 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的精彩的解读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那对于美国的 目前的对华政策 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要对话 相互尊重 要相处和平共处 要合作互利共赢 要对抗奉陪到底 好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